增進多元族群情感聯繫 融合原住民和非洲裔青少年 透過以球會友作為聯繫橋樑 在花蓮市舉辦的全國圓力杯籃球比賽 讓各個族群間青少年可以由舞台來展現自己 強化族群間的文化與國際交流 累積比賽經驗 認識並了解其他國家族群的人文色彩 透過競賽的切磋磨練 強化族群間的文化交流 累積比賽的經驗 認識並了解更多屬於自己的族群人文特色 而花蓮全國圓力杯籃球賽 一連兩天在花蓮市中山公園籃球場舉行 在台灣轉變生命國際發展協會的帶領下 來自非洲、史瓦地寧、星巴威的六位青年 並且與在地的四位青年組隊參賽 也讓參與比賽的原住民青年了解國際的文化特色 這次來參加花蓮籃球比賽是因為 我們受到在地的原住民青年邀請 然後我們聚集 我們協會聚集了在台灣的非裔青年 來跟他們一起組隊來花蓮打球 來打這邊的花蓮錦標賽 那很開心這次呢在活動 在這次的比賽的交流當中呢 我們還看到了在地的原住民青年跟 我們非裔的青年呢 有很多很多的火花 例如呢在文化上的不同 還有更重要是語言上的不同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們在球季交流的時候 中文跟英文 不管是非裔學生和原住民學生 他們都有做很多很多的學習 再來就是球季上 因為外國人跟台灣人 球季的打法都比較不同 所以在這個當中呢 在在地的青年也學到很多 那其實也不只有我們球隊 然後我們也發現到其他球隊的人 也會靠近我們 然後自己用他們會的英文 跟我們的這邊非裔的青年 做交流跟學習 然後了解怎麼打球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活動還蠻特別的 那在近期這三年呢 我們希望能夠把一些更 不同的國際視野 或者是一些文化視野呢 帶到台灣的青年 所以我們在過去 也在未來 都會持續在做 這些原住民的文化交流 讓非洲人 非裔的學生和青年們 可以真的了解 在地的原住民文化 這次的籃籃球比賽 讓原住民青年 看見不同國際的文化 促進不同族群的交流互惠 達到族群共融的目的 也讓更多人看見 族群的豐富與多樣 以及國際的視野 記者臨結 歡迎收看